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市中心 出现大型路上喷泉 高度几乎达到旁边店家的遮雨棚 周围地面也已经开始淹水 亚特兰大是乔治亚州的最大城市 因为两条主要水管破裂 数以万计的居民停水超过24小时 日常生活几乎瘫痪 超市货架 瓶装水被抢购一空 因为民众担心自来水水值 恐怕已经受到影响 受影响的范围还包括市中心的饭店 餐厅 旅游景点与政府办公室 连医院也不得不转移病患 由于事发在周末 民众的休闲活动 也都泡汤 当地政府表示 其中一处水管破裂 已经在周六收复 第二处破裂也在停水两天后 在周日抢收完成 TV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